别人送你旧东西的时候 有三种东西千万不能要 不管谁送的都要谢绝 有没有送过别人旧东西 或者说你用没用过别人送给你的旧东西呢 如果有的话 那今天这条视频一定要仔细的看一看 第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鞋子 有孩子的家庭都知道 孩子穿鞋特别的废 而且孩子脚长得很快 有些旧鞋子还特别新 就试不了了 现在一双鞋的价格可不便宜 所以说都会想把鞋子别浪费了 送给亲戚家的孩子穿 但其实这种旧鞋子最好还是不要 给孩子穿 一是因为每个人走路的姿势不同 会存在脚步发力点不同 穿过的鞋子会容易出现高低偏差的问题 可能会影响未来孩子走路的姿势 你看旧鞋子 它的鞋底磨损的情况就知道了 有些人会存在两个脚不一样大的情况 如果有脚气的话 穿过的鞋子里面还会有残留的细菌 第二种就是塑料碗 奶瓶之类的塑料餐具 它是有一定的使用寿命的 而且在塑料餐具的表面有一层保护膜 这层保护膜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容易被损坏 一旦损坏了 里面的有害物质就会被释放出来 而餐具是直接和食物接触的 那这些有害物质很可能就会伴随着食物 一起吃到肚子里 尤其是一些孩子用的塑料餐盘 我们应该直接的拒绝 毕竟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那第三种是什么呢 是贴身的衣物 它是直接和皮肤接触的 比如说内衣 袜子 秋衣 秋裤之类的贴身衣物 和其他衣物是不一样的 它直接和皮肤接触 上面难免会残留一些皮屑之类的东西 其实反复的清洗也可能还会有残留 要是穿过之后引发了皮肤过敏 那就得不偿失了 现在大伙的生活条件都越来越好了 很多东西都是用上几次就闲置了 扔掉又可惜又舍不得 怎么办呢 很多人就会选择送人 也有很多家人 见不得人家浪费 别人用过的东西只要没坏 洗干净继续二次利用 其实也挺好 不仅省钱还环保 但是这三样旧东西 不管是哪一个清洗送的 我们最好不要收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 我们每天都在吃的酱油 这个也是柴米油盐重点话题 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 你吃的生抽老抽 很多根本就不算酱油 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 咱们小时候拿着酱油瓶 去小卖部打的那种酱油吗 放的时间长了 它上面会长一层白毛 而且炒菜稍微加一点就很香 因为这些酱油 它里面没有色素 没有防腐剂 更没有各种香精 真正的酱油价格昂贵吗 很多人都说吃不起 其实不是你吃不起 而是你买不到 最近在逛超市的时候 我也发现这样一款中霸酱油 它的配料表很简单 只有黄豆 小麦 盐 水和口膜 不仅没有多余的添加剂 甚至都没有白砂糖 跟市场上大部分勾兑的酱油 是完全不一样的 营养非常丰富 最重要的是它的味道 跟我们小时候提着胡去打的 散装的酿造酱油一模一样 能够看到这儿的朋友 我强烈建议 点击视频下方的小黄车 您派上一单回去吃一吃 看看是不是您小时候的味道 我相信您吃过之后 一定会再次回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